现在是发展快速的工商社会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特别推行了家庭共餐运动 希望用野餐的方式来增加亲子互动 减少家庭渐渐疏远的问题 而为了重视这个问题 特别选在水里乡车程国小来举办 呼吁台湾社会应该重视儿童的主权 天气炎热,大家即在收音下 一起乘凉野餐 家长带着小朋友的画面是不是很温馨 这是由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 所举办的家庭共餐活动 特别选择来到环境优美的车程国小 很多父母家长也利用这个机会和孩子相处 留下美好的互动回忆 政府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平常大家也很少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刚好是四代 所以就是阿嬷、阿祖 就是他们的阿祖 然后我妈妈 然后我跟小朋友这样一起出来活动 出来野餐 对啊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啊 会有互动啊 比如说他们会 我们会一起去闯关什么的 那就是总是比平常在家里各自滑手机啊 还是说各自去参加自己的活动 这样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啊 对但是我是觉得活动单位他们的那个设计的关卡太少了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来做宣导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都注意到这个家庭共餐 那我们的家庭相聚时间的重要性 让我们的家庭成员感情更迷合 感情更紧密 这是我们卫福部这个政策 还有我们南投县举办这个的最大的意义 活动除了鼓励家庭成员 永远共在互动会 总统系就是要宣誓 儿童权力公约 目的是希望唤起社会认识儿童 是社会共有的资产 大家应该要知道 儿童有受保护 避免被虐待 家暴的权力 保护儿童的生存权 是你我的使命 尊重儿童的最佳权力 是你我的期许 我是刘根 合体儿童权力公约 其实孩子是我们国家和社会 共有的财产 并不是父母自己的财产 当我们看到社会上 有很多新闻是虐待儿童的事件 这让我们感到很痛心 希望说在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 大家能够尊重到他们个人的权益 唱家的家长都很肯定 政府举办这活动的用意很好 但也反映这场活动 可以增加更多的活动内容 让薛氏儿童权力公约 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谢谢大家